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林彪绝对不是能说会的自我吹嘘表白之人 这是他与其他开国将领最大不同 典型的内秀 胸中有贤坤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的政治生涯 林彪始终保持一个状态 那就是沉默寡言 林彪到底有多沉默寡言 无论是黄埔军校里的林彪 才是井冈山上的小年长 他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内心方圆里 以至于蒋介石不能是这个英才 与一代战神师之交比 而在井冈山 林彪照样是沉默寡言 昔语如今 好在当时的朱德总司令霍眼石英雄 从几次完美游击战术中认识了林彪的价值 1928年 林彪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 由于特殊军事才能 朱德多次向毛泽东推荐林彪 毛泽东找林彪 谈话 展开拳门毛泽东问 准备提拔你为团长 你有什么想法吗 林彪答 行 毛泽东又问 你指挥作战有哪些困难 林彪答没 所以 无论是红军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还是建国后 一向雄才大略 挥斥帮球的毛主席与林彪交流中 都没有两人长时间的谈话记录 毛主席和林彪两人身边的秘书和警卫员 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回忆和记载 在抗大时 林彪爱好大姑娘 当然是背后喊 因为林彪自始至终都是沉默寡言 不动声色 只会